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波今天第一个要登场的是一家位于上市大附近的快餐店 那儿的套餐价格都在10元左右 最贵的也不超过14块钱 关键是很多学生毕了业以后依旧还会来到这里吃上一顿 在青州南路与桂林路口 坐落着一座有着近60年历史的高校 上海师范大学 又是一年开学季 随着深深学子们返校园 校园周边的美食界又热闹了起来 上大学的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就放学 放学的时候你就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美食 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也买了这样一台自行车 没到放学的时候可开心了 骑着它就到周边去找美食了 今天我是来到了上市大这里 这附近我听说有很多的美食 接下来就骑着我的小猫驴 咱上路吧 第一站上海师范大学 上榜店家好优香 上榜里油 人均只要十几元 价廉菜箱管吃宝 在上海师范大学门口的青州南路上 有着众多的餐饮小吃店 其中有一家以做快餐为主的小店 生意格外火爆 据说关键原因是它的价格很精明 是附近同学吗 是的 现在是在哪个学校 在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大几了 现在大四了 你来他们家最大原因是什么 一个首先是味道不错 还有一个是就是对于价钱的话 对于学生来说还是蛮合理的 是大四了现在 那也是大四 马上毕业了 会不会有点难选这种大学生活 还要考研 对我要考研 我要在本校继续待 所以呢还要在这边还要吃几年 是经常都会过来这家店吃饭吗 对啊 因为这里味道还是可以的 味道不错 是在附近上学吗 对我是那个上师大福中的学生 上师大福中的学生 对对对 像这样的一份的饭餐多少钱 14块 14块 对 能吃得饱吗 可以啊 对 也在附近上学的话 都经常午饭这些都经常会过来吃 对对对 小店在上师大附近开了近十年 送走了一波又一波的学生 老板跟这些学生也是结下了很深的友情 每次都是尽量让学生们都能吃得饱 一开学 有很多老顾客又跟往常一样过来就餐了 我看你现在一直在这边这个打包是吧 打包这个是外卖 都是外卖 往哪里送 都是在宿舍送的呀 学校里面宿舍送是吧 对啊 不用 打包打包 所以学校里面很多学生应该也是都认识您了是吧 认识都认识的 有的毕业的都是跑到我们再来吃的 想我们的饭的呀 毕业都经常会想是吧 那你们主要以什么菜为主呢 我们以那个咖喱呀 这些学生都喜欢吃你们家菜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价格便宜呗 还有实惠呢 我们都是一锅一锅地烧出来的 老板说他儿时的梦想就是想当一名老师 后来因为家庭的原因就早早出来工作了 不过他把小店安放在上师大旁边 可以经常跟学生们在一块 也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今天点的是什么 是香酥鸡柳饭 鸡柳饭 这个是平时你低点的吗 低点的 首先是那个咖喱味吃进去以后很香浓 然后呢就是再加上那个香酥的那种 香酥鸡柳的那种味道是很不错的 这个应该是鸡腿 咖喱鸡腿 鸡肉就咬起来比较香嘛 然后它的咖喱做的是挺好的 咖喱味道很好 我今天点的是咖喱牛肉 咖喱烤肉饭 咖喱烤肉饭是吧 经常都会过来会点这一道吗 我喜欢就是我比较喜欢吃这边的咖喱 我觉得味道比较震一点 所有套餐都是现点现烧的 价格不超过14元 最便宜的只要9元 而且套餐的搭配都很讲究营养健康 一般像里面一份套餐里面都怎样来搭配的 搭配是小菜啊汤啊饭啊 我们这饭都学生吃饱的 米饭的话随便加是这个 米饭都随便加的 这一份是什么 就是鱼香肉饭还是什么 这份是鱼香肉饭 大海带是紫菜蛋汤的很漂亮的 第一站上海师范大学好优香 今天我们的榜单呢 是按照学校离市区的远近来排名的 第二站呢 我们是来到了上海大学 相信呢 很多上海大学的同学都知道 在宝山校区的后门呢 有一个宏基美食广场 那里啊 可以说是包揽了天能地北各色的美味 不过这么多年来 有家店可谓是屹立不倒 据说是上大学子的第二个家 第二站 上海大学的同学都知道 上海大学 上榜店家 家 上榜里游 千里飘香长思念 经济实惠 寻家味 位于上海大学宝山校区附近的宏基广场 集合了天能地北各色美味 而在这么多的小店中 有一家店可是让上大的师生都吃出了家的味道 好 你好 大夏 你好 都是上大学生吗 对对 我们都是同一个警示的 这家店在上大就是还是比较有名的 就是只要说出来这个名字 一般上大的人都知道 在这里待了很多年了 很多年大姐 颜二 颜二 待了六年了 六年六年六年 六年时间 拿到刚下就开始吃了 生意嘛 六年之后生意一直不错 很多同学介绍我所以来这边呢 外面那么多家店的大学大学外 为什么就选择这家店 这家店除了饭比较好吃外 还有比较干净 味道比较好 然后也比较便宜一点 性价比比较高 干净卫生性价比高 自然成了学生们用餐的首选 不过要在精明的学生一族 树立烤口碑 味道才是最关键的 在他们家店吃到这些菜 会不会真的有家的那种感觉 有 因为他们家的菜就 口味比较家常 也比较贴近上海人的这种 上海菜的口味 这个千里香鸭 千里香鸭 对对对 名字也蛮特别的 就是说它千里都飘香 这叫千里香鸭 就它端出来的时候 你肯定可以闻得到它的香味 然后吃起来也很香 我是学校的老师 有时候跟学生说什么的话 就跟学生聊聊天 也出来一块吃饭是吧 糖醋排条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青菜豆腐 然后有个雪菜黄油汤 其实看起来这个 蛮简单 也没多少钱 70度 70度 那真的是挺便宜的 他们家比较特色的菜有些什么 那个千里香鸭 还有那个蛮好吃的 会飞鸡翅啊 它的特色很强 比如说这个鸭子在其他地方吃不到的 这个鸭 对 这个千里香鸭 是其他地方吃不到的 还有它的那个 番茄蛋啊什么都很好 看来这家常美味 还是颇受师生们的喜爱 而大家提到最多的是那道千里香鸭 也可以说是这儿的独门招牌 首选首选 这家是首选是吗 为什么那么认准他们家呢 就这个千里香鸭 点了好几盆了已经 千里香鸭 它这个名字我觉得蛮奇怪的 为什么会叫千里香鸭 你有没有考究过 是不是 是不是千里漂香鸭 西域来的美食啊 什么 从很远的地方来美食是吗 外酥里嫩 油味不腻 它需要蘸料啊什么来吃吗 应该不是 它应该是鸭子比较新鲜 随后 火候比较好 应该新鲜的鸭子不用太多量 其实吃的鸭子呢 它口味的话 是比较那种干干的 然后它的这个口味的话 是比较 就是脆香的 然后但有点油 但是又不腻的那种 上海的那种特色菜 它不是有个酱鸭吗 然后但是它一般是冷菜 但是如果说是热的时候的话 就是它里面那种酱的那种香味 就这种很香 然后还有它是油里面炸过的嘛 然后那个热气横上来 你就会觉得有种很幸福的感觉 据说这家小店已经开了八年了 而吃到千里香鸭 是老板在德国打工时自己学来的 学用精瘦的鸭腿 再用18种香料腌制两个多小时 最后拆煮上酱 再入油锅炸 价格也是相当的实惠 做生意就是一个成性 是吧 价格 学生吃饭 我们价格就是要便宜一点 学生太多了 生意太好了 后来我又开 到底下去又开了一家风店 这家还有一家风店 风店也开了六年了 风店也六年了 我们在这里吃了八年多的 八年的也有 那个学生在这 他毕业了 他毕业了以后 那一个学生 你看你看 里面有字画 上面写道 老板 吃了七年的家 真的会有了家的味道 好吃的菜 温馨的情 这些家见证了我们太多的快乐 简单的几句话 饱含了大学四年的美好青春 而这个家 相信也牵起了许多 在外打拼的上大学子们的心 来的时候一直 应该这里是最早 红西广场最早的一家店 我觉得 最早的一家 你先上大 我现在上大二 上大二 这一家店在影响当中 开中了什么 我来就已经在了 而且因为我们学长 也经常会提到 毕业之后 你觉得还会不会回来吃 这边是不是承载着 自己的很多回忆在里面 肯定会 经常同学聚会什么的 老同学本科的 还会到这里一起到这边 有很多这种学生会 有活动啊 包括学生会 他们组织这种聚餐 一般都是在家这个店 所以会有很多的那种 回忆在里面 就因为这个家叫家 有时候就感觉 老师跟同学之间 就像一家人一样的 所以说到哪里去 我们就回家呗 无论身在何处 家永远是最温馨的港湾 累了卷了 想家了 家的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 第二站 上海大学 家 去过了上师大和上大 我们再带大家 去华东理工大学 周围转转 看看又是哪家餐馆 能上榜呢 第三站 华东理工大学 上榜店家 小食堂 上榜理由 物美价廉 毕业了还想吃 在华东理工大学附近 有这样一家小小的饭店 看看这家饭店门口 等位的朋友就知道了 这家饭店一到饭店 必定是人流传动 在这不大的门店里 大概能放上四五桌 来这吃饭的 还有在附近华里就读的 当然也有毕业 已经四五年的 但是依然想念这味道的 究竟味道如何呢 还是让我们来问问吧 比较华里的食堂 有时候就开玩笑的时候 就会说 以前什么活动结束了 包括聚会 什么的三五饭 一般都会在这边 来吃个饭 大家都知道 学校附近的饭店 是很难保留人气度的 但设家依然能让 那么多客人 吃了还想再吃 是哪些菜那么经典呢 大奶虾仁 味道还是很爽口的 价格吗 适合学生 经常学生 应该算是我们 华东理工这一块 学生聚会的首选 人都没明白 老板也都是认识好多年了 人都没明白 感觉还是一样的 有时候 一些味道是记忆的主角 就算时间再漫长 那个味依然历久迷心在心头 每年六月份吧 其实是最感动的时候 一批一批一批的 然后都是上火饭 比如说今年十月份 就这个月 华里六十周年 前的几天到我这边来吃饭的 全都是我曾经见过的 一句都是我曾经见过的 也许就是这样 让一届又一届毕业生 记住这份点滴温情 期待着那份味道 无论怎么变化 都能记得那个曾经的小食堂 第三站 华东理工大学小食堂 接下来呢 我们要带大家去复旦周围逛逛 据说呢 五角厂大学区的周边美食 是琳琅满目 在附近啊 还有一条韩国料理街 街上有一家店呢 是尤其的热闹 一到饭点啊 门口就会大排长龙 而且还有不少韩国学生光顾 想必这口味一定很正宗 第四站 富武旦大学 上帮店家 釜山火炉 上帮理由 穿越到韩国 地道小店 烤肉飘香 这洋旅的一个梦 可别真的以为到了韩国 咱们现在来到的是 开在复旦大学旁边的一家 正宗的韩式烤肉店 这家店可谓是 复旦学子们的第二食堂 是在附近大学吗 对 复旦大学的 像我们经常来 旁边都是说韩语的同学 你都喜欢吃这个韩国料理 因为这家店是非常正宗的 像我们至少一个礼拜 要来一次的 哪个学校 我是复旦的 你也喜欢吃韩国料理 对啊 韩国人 韩国人 来这么几年了 很久了 风筝也很好 跟韩国差不多 你们韩国平时吃饭的时候 也像这样吗 一个风筝这样 抽煮一个烟 然后在上面烤 对 用铁丝和木菜来烤肉 这是韩国的一个特色 韩国特色 对啊 你们一般过来 都会点些什么吃 我一般点的时候 就会点牛排肉 还有五花肉 还有叫猪锦肉 一到饭点 来这吃饭的学生就络绎不绝 而他们家的烤肉品种 更是多达十几种 价格公道 口味正作 也吸引了不少韩国的留学生 来这光顾 韩国人 韩国人 你好 你好 来中国多少年了 已经七年了 七年了 难怪这个中文讲的比我还好 你们一般过来都会点些什么呀 牛排肉和猪锦肉 猪锦肉比较脆一点 比较脆 我看你们现在烤的这个肉 特别的诱人 这是什么肉 是牛排肉 牛排肉是吧 这个牛排肉 跟你们韩国正宗地道的比起来 有差别吗 你觉得 比较相近 很接近 味道也很好 咸香还是怎么样 很香 很香的那种口感 牛排肉非常好吃 这是一个韩国的特色 韩国的特色 它跟韩国的比起来 会不会有差距 一点差距都没有 什么样的口感 就是 就吃起来呢 很嫩 嗯 然后就咬起来的话 就有很多汁水 据说这儿的老板 以前也是韩国留学生 娶了一位漂亮的中国太太 如今八年后夫妻大 一起经营着这家小店 而这套烧烤模式 也都是按照韩国当地 照搬过来的 现在大几个 我现在研究生 研究生啊 嗯 所以在他们家 应该吃很多年 至少吃三年了 这里变成你们食堂了 是吧 好 那你们平时一般过来都会点击什么呢 像我们常点的就是牛排肉 因为它这边如果你烤肉的话会赠一个汤 所以我们会附赠这个汤 有的时候会喝大姜汤 有的时候会喝牛肉汤饭 都是很好的配料 像这位是我的韩国朋友嘛 他就对的 他说这个大姜汤里都是食材很丰富的 就是都是真材实料 然后它里面不含有味精 所以很健康 所以跟他们 有没有告诉你跟他们韩国的大姜汤比起来一样 他给我反应就是这边的是很正宗的 所以我们经常过来这边吃 吃烤肉还有免费赠送的汤品 难怪深受学生们的喜欢 而搭配烧烤所用的酱料 据说也是老板自家的米方 这烤味能不地道吗 你看看 那么多这些烤肉类型 都是这边有特色的 牛小排 五花肉 梅花肉 牛舌 还有这个雪花牛肉 哪一样我看起来都真的是很馋 我赶紧得要来烤一烤 尝一尝 来来来 听这边他们向我介绍说 这个 淘汰这个肉 这个小排 然后跟这个洋葱配合一点吃 也会有很好的味道 来来来 尝一尝 嗯 我跟你讲 我平时是不太喜欢吃洋葱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洋葱 跟这个烤肉搭配在一块 这种感觉呢 就是一个昏的 一个素的 而且它这个洋葱里面呢 它有一些这个 这个酱汁在里面泡着啊 它会首先给你一种感觉的那种 酸酸的 完全没有洋葱的腥味在里面了 把你的胃口吊起来 开胃的 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 牛小排进来的时候 一点都不腻口 太棒了 这第五站呢 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家地处上海交通大学附近的茶餐厅 据说呢 这家店历史非常的悠久 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很多交大的学生朋友啊 都给我们推荐了一道招牌菜 据说呢 里面是既有奶油又有芝士和淡奶 这会是什么样的美味呢 赶紧去瞧瞧 我现在呢 就身在上海交通大学啊 这里曾经是我梦想中的学府 给你我的星座纪念 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 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天 睁开眼就看见永远 我虽然不能在这所学坊中求学 但是呢 我今天来到上海交大 我去到附近啊 看看这边有些什么好吃的 大历你好 大历一下 我们是新疆民到人情美食 是这边大学生是吧 对的 上大几了 大二了 这个交大附近 有没有一些比较好吃的店 可以向我推荐一下 我知道广原路那边 有一家西餐厅还不错 然后经常会跟同学去吃 交大附近啊 有没有哪里有比较好吃的 这种餐厅之类的 广原路上有家西餐厅 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菜品 可以向我推荐 它有一道菜叫蒲果鸡 然后非常好吃 广原路上蒲果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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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了 第五站上海交通大学 上方店家亲力查 上门里游 西餐厅中的老字号 蒲果鸡奶香十足 我们根据同学们的指引 在交大正门附近 找到了这家 很受学生们欢迎的西餐厅 店面装饰显得比较传统 会有点老上海西餐厅的味道 你好你好 打扰一下 我看你们今天就两个人 但是你们点这个菜色 看起来都非常诱人 我心里比如说这个 哇 这个是一条鱼是吗 这个鲍鱼啊 鲍鱼是吧 烟熏鲍鱼 还有这边 你现在吃的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奶油蒲果鸡 现在我在吃上面一层 奶香味确实是很嫩的 我看之前好像很香 很香 什么样的口感 很滑很嫩 这道菜叫苦果鸡 然后上面一层会有一层焦焦的 然后咬上去脆脆的 然后里边是一些就是那个 起司放了鸡 然后就是咬上去嫩嫩的那种感觉 奶味很重 它就是里边起司放了很多 有很多起司 对 奶香味很重 也有奶油之类的 对 奶油 然后它里边有黄油好像 这家西餐厅在焦大附近 开了有三十多年 做蒲果鸡的厨师 在这里也工作了有三十多年 据他说 这道菜一直都是师生们的最爱 阿姨你好 大家一下 我看这边有很多这个蒲果鸡 是吧 对 奶油蒲果鸡 奶油蒲果鸡 做出这么多了 这个全部是在这个烤店里面烤 是吧 对 我们平时不够 午下午还要做 是吗 对 这个一天大概得卖出多少份 周末要一百五六十分 下星期刚开学嘛 好多学生都会来聚会 开了三十多年店 应该有 就是你们这家餐厅 都送走好几家 好多些毕业生 对啊 有时小的 小的他小时候学校来吃 现在带老婆 带孩子来吃都有 因为怀着对昔日校园生活的深刻记忆 很多毕业多年的焦大学子 回到母校都会来此聚会 这是蒲果鸡 叔叔说三十多年来 蒲果鸡的做法一直没有改变过 这边这些就是这个蒲果鸡的 对 一些用的食材 对 都用到哪些 这个先要把那个土豆炸 金黄色 金黄色以后把洋葱下去 炸香以后呢 把这个捞出来 再把鸡拉熟 这个鸡肉是吧 鸡肉拉熟以后呢 把它煮了熟以后 再把鸡捞出来 这里面再放上牛奶 黄油 淡奶 等等的一些的东西 最后还要放去烤五分钟左右 这么一小份小小的蒲果鸡 寄托了众多学子对校园生活的美好记忆 你看它上面这一层 烤了一种焦黄焦黄的感觉 整一个感觉就像一层小棉被盖在上面一样 入口的它那种味道 是有一点咸甜香煎的那种感觉 然后在嘴巴里面 你会觉得特别的滑爽的那种口感 你看你看 它里面其实它这个食材很丰富的 它里面也放一些鸡肉 然后呢 还放一些土豆在里面 在这个大学周边这些美食 尤其教大学生 你们真的是有福啊 这样的美味 我以前竟然没有碰到 话不多说了 马上跟着我们去第六站看看 第六站同济大学 上班店家投购胎口 上班里有浪漫异国风情 牛肉薄饼很地道 介绍了交通大学 不得不紧接着来说一说 另一个著名学府 上海同济大学 附近的同学肯定都知道 在学校不远 有着一家地地道道的墨西哥风味餐厅 老板是从美国回来的 在那儿学了手艺后 便带着当地最受欢迎的味道来到了上海 这家店不大 却十分的随意 店里的小事物都是老板在国外旅行时收获而来的 人气最高的还要属他家的薄饼了 他们的地道饼也很好吃 而且他们的布里头也很好吃 偶尔经过看到门头有很多客人 那我们就停下来了 对 因为我之前有在网上有找过 但是好像这家调正中一点 墨西哥的Pakos 两层的饼皮 它一层是软的 一层是硬的 中国都是用 我们用麦子做的 一般来说墨西哥卷的话 不利多什么 都是用玉米来做的 就是外壳 所以它的味道很普通的 我们中国式的那个卷饼的味道 肯定是不一样的 更脆一点嘛 平常我比较喜欢这款 他们有那个推荐的这款酱料 还有一个那个酸奶的酱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款酱 其实很重要的 在墨西哥卷台放的是 酸奶和牛油果酱 这个是在就是一般的餐厅的时候 比较少的 相比其他墨西哥就是菜的话 它这款还是比较清淡的 这款出大的明星美食 牛肉奶酪都是从墨西哥进口而来的 列明也是无可挑剔 大份小份任你选 口味也是酸中带甜 鲜中带酸 配上他家的密制酱料 特别是墨西哥辣椒 更是与众不同 再加上点他们的薄饼 荤素搭配 料也非常的足 没有很多比较特别一点 是国内买不到的 都是美国 或者是墨西哥进口的 比如说奶酪 然后有一个墨西哥腌辣椒 然后有些芝士酱 然后我们牛肉也是进口的 牛肉切丁之后腌好 然后放在烤箱里面烤 主要都是黑胡椒 然后一些不一样的香料 鸡肉呢 我们是一个叫卡针风味的 有点辣辣的 酸酸辣辣的感觉 薄饼呢 就是鲜奶 也是一个面皮 鲜冷的 然后铺一层奶酪 一个鸡肉 或者是牛肉 我们新鲜烤的蔬菜 再放一层奶酪 进去烤箱烤 比较烫比较热的 浓浓的起司配上香嫩牛肉和最外层的薄饼 入口之后充斥满嘴的幸福感 爱吃起司的朋友绝对有福了 而且开在优雅的大学路上 附近的外国留学生也特别多 每到周末便可约上一大群三五吃几 来这点上一份属于家乡的味道 聊聊天便是一个惬意的时光 在上海高校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爱在华师大 华师大后门的美食街可谓是远近闻名 每天夜幕降临就有大批的学生前来光顾 校园美食第七站 我们就要带大家去那里最受情侣们欢迎的一家餐厅 好 各位向大家报告我现在位置 来到了这个华师大的后门 在上海的高校里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 爱在华师大 著名学府华东师班大学 校园风景极其漂亮 美丽的丽娃河穿行其中 很多情侣都爱再次约会 因此也有了爱在华师大一说 那我今天就来华师大找一找这个情侣 让他们给我介绍一下华师大后门这边有些什么好吃的 这里好像是美食一条街 你看后面就有很多这些美味 你说我去哪一家呢 同学你们好 你们好 哎呦 你看是情侣是吧 是华师大的同学吗 对的 现在上大几了 我大四他大一 你平时一般出来都会去哪里 一般去雪泳或是前面在红辣什么的 同学你们好 打扰一下好吧 有的时候也会去哪一家饭店啊吃点什么菜的 在那边销红的销菜馆 第七站 华东师范大学 上榜店家 红辣房 上榜理由 校园情侣聚餐首选 脆香牛柳 酱香味农 我们按照刚才两对情侣的指引 找到了这家情侣们口口相传的聚餐地 据说老板是安徽人 在华师大后门开店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 同学们都爱称呼老板为月老 那在这边开店那么多年啊 肯定也见证过很多的爱情故事 有没有一些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以前的话一个一对情侣 华师大的学生经常过来吃饭 经常吃饭的话 过了几年以后啊 回到上海去到母校 整个一个群家 还是回到这个餐厅来 不但回到餐厅 还找以前的住在什么位置上面 再次聚餐 就他们谈恋爱的时候 喜欢坐哪一张桌子 回来的时候还坐哪一张桌子 就喜欢坐在门口这个位置的 就门口这个位置 老板说当初就是因为 他的姐姐在华师大上班 所以他就在校园的后门做生意 刚开始只是卖早点的小摊位 后来生意慢慢做大了 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店面 而且幸福的是 在几年前 老板也在这里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爱情 这两年时间 有没有在这边发现很多这些美食 对啊 所以上了两年大学 胖了16斤嘛 真的啊 真的 这家店算是你们平时聚会的首选 基本上是吧 平时要是有聚会的话 可能会来这边的 因为离后门比较近方便 然后价格还比较便宜嘛 适合我们学生吃 不然是部门聚会啊 还有一些社团 然后在一起聚餐的时候 也会在这边 不管是普通的同学聚会 还是情侣们的约会聚餐 都爱吃店里的一道招牌菜 脆香牛柳 鲜嫩的牛肉裹上生粉后 加上密质的酱汁进行翻炒 浓郁的酱香味扑鼻而来 来来来 先看看这个色面啊 这样的闻起来酱香味 而且看起来啊 它跟我们这个本帮菜啊 这种浓油赤酱啊 非常的接近啊 牛柳做得非常的嫩口 然后呢 你吃到嘴巴里面那种口感的 其实它是有层次的 你先咬上去的时候 呈现在你舌头上面啊 它会外面 它是裹了一层粉 然后炸出来的 所以那外面稍微有点脆脆的那种感觉 再往里面咬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非常嫩 爱在华师大啊 虽然我在这边呢 没有找到我自己的爱情故事 但是我找到美食 如果你也是华师大同学 看到这里 是不是也勾起你的一些 曾经在校园里面的记忆 关于美食的记忆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赶紧来母校看一看吧 第七站 华东师范大学 红腊房 这次拍摄校园美食 咱们的情报员可是做了不少的功课 这不 要寻找财大周边最热门的美食 打听之下呢 得知有一家烧烤店 年数久远 学生们对他们家的烧烤可是热情不减呀 漂亮 其实 其实今天在上自习课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对你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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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烤 三年了 还吃不腻啊 等我 第八站 财经大学 上帮店家 阿康烧烤 上帮理由 新鲜考串 价廉物美 老店新开 业销收选 附近大学生吗 对啊 对啊 我们是财大的 财大的 经常会过来这边吃烧烤 是啊 有聚会的时候就会来 学校走过来大概多长时间 十分钟吧 十分钟就到了 这边离学校近嘛 然后地方也挺大的 然后也挺热闹的 然后那个同学们聚会的话也蛮方便的 你是怎么知道这家店 也是上一届的那个学姐学长带过来聚餐的 这家自从我来的时候它就在开 然后那么现在就是已经翻修过了 在这里消费的营业额没有仔细的算过 但是肯定是已经超过四位数了 四位数了 极力推荐的一家 说是价格又比较那个低廉 对对对 然后吃的也不错 他们这边服务主要很好的 我们经常会半夜里面 比如说两三点钟饿了 或者是在外面玩之类的 也会过来吃的 不管是人体服务还是口味 这家烧烤店在财大学生们的心中 可以说是小有地位了 而他们家的烤串也是以价廉物美著成 喜欢吃各种肉 对对对对 羊肉啊牛肉啊 还有鸡心啊鸡翅啊都蛮好吃 他们这边烧烤啊 这个种类大概有多少种 没有具体的算过 应该总有三四十种应该 三四十种啊 对对 其实你自己最中意的 这里的这个比如说新品烤肉 然后包括这个鸡中翅啊鸡腿 然后就是一些肉类的 肉类的是我比较喜欢的 那我偷瞄了一下 他们这个蔬菜价目表 好像是一块钱一份啊 有很多是 对对就是这个价钱 前面也说到就非常的实惠 很便宜是吧 是是是 这样子应该差不多快毕业大四了吧 我长得有那么老吗 我才大一 大一啊 对啊 刚下课那个胃口比较好 刚刚那个大脑 经过那个长时间的斗争 现在需要在肚子上 找到找到一点补偿 个人还比较喜欢吃羊肉串 你一样喜欢吃羊肉串 对对对 吃起来吧 很纯正我觉得 这儿的烧烤分很多类 荤菜基本上都在两块钱左右 素菜只需一块钱 吃不饱还能搭配点小菜烤鱼等等 价格也相当的实惠 是同学是吧 对的 盐二了 盐二了 对对对 盐二 六年了吧 在这边 有六年了 你看看 他面前 我这样估摸一下 至少得有个二十多根吧 这个棍子 这个有的有的有的 吃了二十多串了 主要这边好吃嘛 好吃啊 就这个吃那么多串 不会腻嘴吗 吃不腻吗 这边好像还从来没有吃腻过 刷烤的话 什么样的味道 瘦的话就是很有嚼劲 然后肥的话又 就是口感很好的 然后不会腻的 你们现在桌子上还摆着 这个是羊肉还是什么肉 桌子上这里就是这种 就是这个新品烤肉 新品是新品烤肉 对 像这种呢 就是新姜肥羊肉 就是两块钱一串 然后非常的 也是很过瘾 口感的也是非常可以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肥而不沉 毕业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还跑回来吃啊 为什么呢 怎么说呢 比较怀念这里嘛 那个时候大家一起 很多人一起出来吃 很热闹 然后吃烧烤嘛 然后喝点啤酒 吃点烧烤 那种氛围我们很喜欢 能把毕业生都吸引回来 想必这味道一定没得说 而店里吃的热乎 厨房也是忙得热火朝天 烧烤师傅们的手 一刻也没有歇过 小哥你好 你好 打扰一下 只有每天都不停在这边 考虑商场是吧 是的 每天你们大概要卖出多少串 这个有计算过吗 大概一家店总共是9000多串 9000多串的 对 那么多 那你们这边的话 主要是这个串串 有多少种类呢 大概有就是几十种的 几十种 平时卖的最好的是哪些 平时卖的就是羊肉 羊肉是正宗的羊肉串 然后新饼烤肉 然后鸡中刺 然后就还有刺肩啊 那些东西 我们这食材都是很新鲜的 然后就每天都是 都从市场里面去 自己去采购的 对 价钱都比较便宜的 比一般都便宜的 那你们那个料 调料都用到些什么什么 配方啊 密切在里面吗 配方是有的 但是不好讲 对 师傅透露说 他们家的烤串都是经过腌制的 所以吃起来很是入味 关键的是 吃吃烧烤聊聊天 不仅增进了同学间的友谊 更在成长的过程中 留下了无法替代的回忆 作为每个大学生 然后大学生呀 都是自己这一辈子 可以说是比较难以磨灭的 一段一段美好的回忆 然后像这里啊 像包括这里的阿康烧烤 肯定是这段回忆中的一部分 一部分 很小的时候就挺向往大学生活的 有时候学业很辛苦 但有时候就是住在外面嘛 和同学都住在一起 出来宿舍也蛮开心 现在工作中吃的美味 顶多就是说自己 这个嗅觉 不能说嗅觉 这个味觉上得到了满足 但是来这边吃呢 自从味觉上得到了满足 其实自己心里面也得到一种满足 我们以后估计还会回来吃的 就是因为同学就会 可能还会到学校里边来 阿康这边已经是 就是好像是我们的一种 回忆的一种感觉 第八站 财经大学阿康烧烤 我们已经带大家尝了八所高校的美食 怎么能错过我的母校上戏呢 那里也是美食云集 早赶快去看看 我们的校园美食第九站 校园美食第九站 上海戏剧学院 上榜店家 我家餐厅 上榜里游 上海的浓油赤酱 价格实惠 味道嗲 每年报考人数最多的 当属艺术类院校 在上海戏剧学院附近 有这么一家 不大 却有着家一样温馨的餐厅 上海本邦的浓油赤酱 是他们的特色 有些顾客在他们家 都吃了好几十年了 不得不说 他们家人气最高的 红烧滑水 它的店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吧 是从我们近十年来 这家店经常过来的 第一个呢 就是鱼肉比较 做的比较嫩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味道啊 它是有那个浓郁的 那个酱香的味道 店家之所以 生意如此之好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家的菜 价格都很便宜 每当饭店 附近的上汽学生 公司白领 都会选择来这儿 舒舒服服的 吃上一顿 向妈妈烧出来的饭菜 因为他们家的用的鱼还好 因为它基本上都是大的鱼骨 不是那种很小的 而且它的鱼的量 分量都很大 所以说它的鱼刺 都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大的 不会容易卡口 要烧好这道菜 就得先把洗净的鱼尾表面 用刀划上两口 为的是让烹饪过程中 汁水能更深层次地 伸透到鱼肉里 接着把鱼尾放进油锅里 先煎至鱼肉表面发白 然后在锅里放入 蒜 姜 糖 酱油等调料 然后等收汁结束 再进行勾芡 以及翻炒 等鱼肉吸收了 这浓郁的汤之后 最后撒上松花 一道红烧滑水 就可以美美地出锅了 在外吃多了西餐 或者重口味的川菜 如果想换一换口味 不妨可以来上西附近 试试这地道的上海味道 校园美食第九站 上海戏剧学院我家餐厅 我们校园美食的最后一站 来到的是 素有小联合国之称的 上海外国语大学 在人们的印象中 学外语的同学 对外国文化都比较推崇 在美食上 也会比较喜欢西餐 但是在上外 同学们最爱的一家餐馆 居然是一家东北菜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说起这个外语 那我就厉害了 对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안녕하세요 tudo nativa tudo dirichua 怎么样 我的外语来说 不来塞不来塞 今天我是又来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 这条街我了解到 后面也是有几家餐厅是比较热闹的 他们那里都吃些什么菜 跟着我来去看一下 第十站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榜店家 木屋 北大荒人 上榜里有 东北酸菜炖大骨 学生吃出家乡味 在上外的后门 也有着一条热闹的美食界 这里算得上是 上外学子们的第二食堂 其中有一家东北人开的菜馆 尤其受人欢迎 像我们同学一般的话 是谁过生日也好 或者是平时的一些聚会也好 都会来这边吃 都会来这边吃 对 一群人来很热闹的嘛 我还记得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 就在这里 也在这里 在这里包到上 也是七点多 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吧 七点多 我们喝到 吃到十一点左右 刚开学 很多学生回到校园 首先想到的是来这里 跟同学们聚一聚 店老板是地道的东美人 为人也是非常的热情 这家店的上外门口 大概是有多长时间的 也有十二三年了吧 十二三年了 那在你这里吃 吃走的毕业生 也是很多届 对吧 就假如就像 他们这几位 就像这个女士 她大学的时候 他们就在这吃 现在就在曲阳医院 附近上班 他们就在这里 触对象啊 什么的 就是正常到我们来聚餐 虽然我们店上 很温馨的 这边坐的这位是 您媳妇是吧 对 我老婆 也是在学校的时候 上大学认识的吗 是的 是的 是这样 就是出朋友就在这里 然后到结婚 然后到有孩子 就是一直都在这家店 里面吃饭 都一直在这边吃 所以这个就变成 你们家的厨房一样了 等于是 差不多 后花园 后花园 你觉得这家小店 对于你们俩之间的爱情 起到多大的作用 可以说 见着我们爱情 一路走过来 然后到生了有孩子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 我的那些话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 紧紧为我开轴 带给上外学子 众多美好回忆的东北菜馆 最令人称赞的菜肴 还是地道的东北炖菜 今天点的挺丰盛啊 多点一些什么菜 跟我讲讲 这个是姜多啤 然后这个是锅包肉 锅包肉 这个是很有特色的 那个大骨头炖酸菜 大骨头炖酸菜 对 东北的酸菜是很有名的 是 碎花上酸菜 你这个骨头分量很足啊 对 对 这样一锅里面大概有几只骨头 四五只吧 四五只在里面 一个能啃几个 一个人一个 一个是吧 你是哪里人 上海人 上海人 上海人也比较喜欢吃 这个东北的 对 好吃了 有没有能够吃得出 在东北那种 自己家乡的感觉 哎呦 这个大骨头炖酸菜 就回击 就像吃到自己家 像自己妈妈做的一样 这有些什么 哎呀 这个是大骨头 这个是猪肉 五花肉 五花肉 就是酸菜 然后还有我们东北的土豆粉 就吃的是蛮香的 都是蛮正宗的 是是是 酸菜炖猪大骨 全用的是店家 自己腌制的酸白菜 放在熬制的高汤里面炖煮 价格是45元一份 很丰富啊 你看 猪大骨 加上五花肉 还有些粉条 哇 你看 这骨头一往上撩的时候 这个热气腾腾的感觉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馋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闻到 它那种酸酸的这种味道 哎呀 一下子胃口大开啊 来来来 我告诉你啊 有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在旁边这些小店里面啊 不管吃到什么样的菜 你再回来吃到它的时候 有的时候 不仅仅是品尝美味啊 更是品尝了这一份回忆 可能每一道菜里面 都会有一个故事 每一张桌子啊 都会让你想到很多人 你曾经约会的女友 你曾经的好同学 就是这些点点滴滴哈 才住住了我们非常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第十站上海外国语大学 木屋北大荒人 又到一年开学季 杯极书包重返校园 学校周边的美食街又开始热闹了起来 本周我们就为大家盘点十大校园美食 第一站上海师范大学 上榜餐厅好优香 扎根校园周边近十年 生意火爆学生喜欢 人群只要十几块 价廉菜箱管吃饱 第二站上海大学 上榜餐厅 千里飘香 长思念 经济实惠 寻家位 千里香鸭 独门招牌 也牵起了许多在外打拼的上大学子们的心 第三站 华东理工大学 上榜餐厅 小食堂 小小饭店被工认为是学生们的校外食堂 菜品丰富 价格便宜 学生毕业了还惦记着它的美味 第四站 复旦大学 上榜餐厅 釜山火炉 穿越到韩国 地道小店烤肉飘香 烤肉品种多达十几种 价格公道 口味正宗 第五站 上海交通大学 上榜餐厅 心力茶 计餐厅中的老字号 不国基 奶香味十足 开店三十多年 不国基始终是师生们的罪案 第六站 宏济大学 上榜餐厅 脱口胎口 浪漫的异国风情 牛肉薄饼很地道 又香又脆 搭配特色酸奶酱 味道独特 第七站 华东吃饭大学 上榜餐厅 红辣房 校园情侣聚餐首全 脆香牛柳 酱香味浓 老板开店十四年 同学们爱称它为月老 第八站 上海财经大学 上榜餐厅 阿康烧烤 新鲜烤串 价廉物美 老店新开夜销首选 荤菜 素菜 海鲜 基本都在两块钱左右 吃吃烧烤聊聊天 增进了同学们的友谊 第九站 上海戏剧学院 上榜餐厅 我家餐厅 上海的浓油赤酱 价格实惠 味道赞 红烧鱼肉 鲜嫩无比 酱香味十足 第十站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榜餐厅 木屋 北大荒人 东北酸菜 炖大骨 学生吃出 家乡味 小店开业十几年 成了学生们的 后花园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希望我们今天 为大家带来的校园美食 可以给您的这个周末 带来好心情 接下来欢迎收看 都市法律援助节目 甲方乙方 下周同一时间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记住人气美食 将你把幸福生活吃出来